这名被烧成黑炭的坦克兵 眼皮子近奇迹般的还能动弹 战友们发现他还活着 立马将其带去医院救治 可医生检查发现 全身高达90%的高度烧伤 根本不可能撑过一个小时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 这名坦克兵非但没有死掉 反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身体就已完全康复 不过可惜的是 坦克兵竟丢失了所有记忆 就连自己叫什么也不记得 唯独坦克驾驶员这个身份 他仍未忘记 可明明刚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再派去战场 但由于前线人员告急 加上坦克兵是稀缺人员 男人竟又被送去了战场 然而他刚一到达前线 军官就后悔了他的选择 他认为这个坦克兵 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 男人竟说自己能与坦克交流 并且他说他知道这里的所有坦克 都是被一台白色虎士击毁 此话一出 军官却似乎对男人的话有所相信 因为近期战场 确实出现了一台神秘的白色虎士 它的每一次出现 都将德军坦克悉数摧毁 而诡异的是 每次战斗结束 白色虎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件事也惊动了苏军高层 总部专门为此 精心改造了一台T-34坦克应对 而男人被任命为这台坦克的驾驶员 可他的虎头呆脑相貌 却遭到了高官的质疑 担心他的技术与他的外表一样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军官对他们进行了测试 结果男人开着坦克 如同驾驶着武林红光般悠然自得 随后更是在千米之外 炮火精准命中目标 这才将军官的顾虑彻底打消 然而此时收到战区消息 白色虎士又再次出现在了战场上 于是 军官便将他们派去前线 可等坦克组到达现场 白色虎士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男人坚信他很快就会出现 于是便想到了一个伏击的办法 男人驾驶着T-34坦克 将他开进挖好的土坑之中 然后再用树枝将其隐藏 紧接再开来另一台坦克充当诱饵 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猎物上钩 然而没过多久 神秘的白色虎士 果然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 苏军军官连忙抄起来卡相机 想拍下一张回总部研究 却不料相机根本不听使唤 就在这时 白色虎士发现了作为诱饵的坦克 他毫不迟疑地对其开炮 剑状埋伏好的T-34立马冲出土坑 慢慢地迅速冲向白色虎士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虎士竟早早地瞄准了他 无奈下 苏军士兵只好驾驶着T-34 躲在报废的诱饵车后 但白色虎士对着前车疯狂炮轰 像是有着用不完的炮弹一般 苏军士兵知道 座椅待毙的话早晚会死在这里 于是决定奋起反击 他们驾驶着T-34高速移动 并且期间不停调转方向 企图寻找白色虎士的下落 然而奇怪的是 敌人竟向幽灵一般凭空消失 坦克驾驶员认为 内部视野太小 便打算让副手查看周围情况 可他不会想报 这个决定竟会险些将他们害死 坦克兵旋转359度 观察四周的敌情 却唯独没有看到身后的敌人 好在有惊无险 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命 但白色虎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随后 苏军凭借泥土上 被履带碾压的痕迹推断出 白色虎士就在前方森林之中藏匿 于是苏军决定堵上一把 下令全体坦克班组 朝着森林的方向倾巢而出 果不其然 白色虎士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而苏军的噩梦也即将开始 明明敌人只有一架坦克 苏军却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不过在这种绝境之下 唯独一台T-34坦克迎拿而上 可不知为何 白色虎士在此时竟选择了撤退 似乎有意将他们勾引 而苏军士兵认为 这是一个消灭他的最佳时机 但他到了村庄发现 虎士已不见了踪影 不过此时 前方的梁仓内似乎藏有什么 于是苏军坦克 对梁仓发起了轰炸 遗憾的是 这只是德军的普通四型坦克 虽然有所收获 但虎士依旧不知所踪 可突然 坦克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连忙调转方向 而正如他所想的一样 虎士竟凭空出现在了眼前 双方几乎同一时间开炮 却都没给对方造成伤害 随后苏军在甜蛋的期间疯狂走位 让他得以逃过虎士的一发致命炮弹 轮到苏军进攻 坦克兵就疯狂地朝敌人逼近 警戒一发强力的炮轰 将虎士的炮台击火 为了让其彻底爆肺 苏军立马驾驶坦克 慢慢地迅速上前 可由于操之过急 全然没有注意到 炮口被泥巴撕撕堵住 敌人就这么侥幸地逃过了一截 坦克兵不甘地走出 对着虎士疯狂扣动扳机 在这之后 战争被宣告结束 而那台白色虎士也再没出现过 可坦克驾驶员知道 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哪怕再过数十上百年 他终究会在某一天再次出现 军官并没过多争论 转身就准备回城 可突然他想起了什么 回头却发现 男人连同坦克一起凭空消失 至此 影片结束 片中的德国白色虎士 与苏军浴火重生的战士 军事象征着两国的精神 或许会在某一天 他们将再次在战场相见 我是镇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